好 谢谢丽婷的连线报道 接下来来关心林书豪的最新动态 今天呢他终于回到美国洛杉矶 以胡人队的成员 正式和所有的媒体还有 球迷们见面 在胡人队 林书豪决定穿回林来峰时的17号 不过呢这一回呢 他不想再次创造林来峰 林书豪说呢 要在胡人队打出自己的风格 我们来看东森新闻团队 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现场报道 洛杉矶胡人队的总经理 和林书豪排排站 在记者会中正式展示 林书豪在胡人队背号17号的新球衣 从火箭队的7号 再次回到尼克队的17号 林书豪有他的想法 17号是一个特别的数据 我当时在纽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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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回到那数据 虽然在穿17号 但是林书豪却不想在胡人队 创造林来峰 他要做他自己 其实西装必顶的林书豪 从一走进记者会的 萨纳就是满场媒体的焦点 因为他是胡人队这个暑假 最重要的球员交易 林书豪说 从球迷的反应 就知道大家多支持他 为胡人队打球 洛杉矶的主流媒体 真相专访林书豪 不过林书豪可没忘记支持他的球迷 特地用中文来表达 他对新球技满满的信心 我很兴奋加盟胡人队 我觉得今年会是一个很好的球技 林书豪在这次成为 洛杉矶胡人队的议员以后 其实行程排的满檔 不但马上接受主流媒体的专访 甚至也马上到市中心的游民收容所 来进行社区活动 看起来虽然在行程上 林书豪相当的挤 但是在球长上 林书豪还是必须拿出自己的实力 来证明自己在胡人队里面的地位 以上是东东西 王强林侯文 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